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与八代市中村博生市长 也互赠对方在地的伴手礼 市长谢国良说 八代市每年都会到基隆 举行八代物产展 同时今年4月也是基隆市 与八代市地结友好城市协定的五周年 期待双方在未来 有更多的互动与交流 那今天很欢迎我们日本八代市的市长 还有议长来基隆市政府 来跟我们做姐妹城市交流 那另外呢 他们的羽球队的小选手们 也在台湾跟我们的选手一起共同比赛 那非常感谢他们就是很重视基隆 而且未来也还有更多的一些 城市交流来进行 那我也亲自邀请了市长的这个访问团 在二月中左右 他们会回到基隆来 到时候我也会邀请他们共进晚餐 大家好好来谈一谈在今年度 未来双方的交流计划 那市长也承诺 未来会带一些他们八代市的市民朋友 过来基隆观光旅游 那当然我们希望是增加我们更多的观光收益 不过这个城市姐妹的交流也是非常有意义 那另外他们也提到在雄本未来有这个台积电要在那边设厂 那当然我们是希望双方的商务跟文化上面的交流都能够更顺畅 那有机会的话 有机会的话 那当然我也希望能够带着我们的议员回访这个对方这样子 不过因为我的工作刚开始 所以我们还是邀请对方来访问 邀请对方来交流 带他们市民朋友来基隆观光 促进我们的这个观光跟商业的效益 市长谢国良说 欢迎更多的八代市民众来到基隆观光旅游 也希望透过更多的国际交流 提高基隆能见度 吸引国际友人来基隆 感受这座山海城市的魅力 振兴基隆的经济与商业发展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